第971章 圣鹰的无奈 秦汉真心情沉重 是啊 木儿吃了太多的苦 当他知道自己只是秦凤卿的第二意识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 没有崩溃的 真王妃泪眼婆娑 当我知道他割舍了魂魄 挖掉了眼睛 保全凤卿 我当时眼泪就止不住了 这孩子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凤卿是有娘的 他则是一个孤儿 还要遭受这样的折磨 秦木是秦凤卿体内的第二意识 秦凤卿这个忧兜神子 作恶太多 被吐蕃封印 流放到阳间 从幽多到阳间大虚的那一刻 秦木的意识诞生了 因此 他一出生就是个锅 被放在篮子里 贫儿仪带着他一路逃亡 躲避天庭的神魔追杀 他飘临到永江 贫儿仪也死了 残老村收留了他 秦木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 始终以为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生命 直到他知道自己不过是这具身体里 诞生的第二个意识 这具身体也不属于自己 甚至连自己的魂魄也没有 再到后来 面对严康杰 他落入重围之中 莫大的绝望压着他 他为了确保幽多神子秦凤卿 不落入天庭的手中 毅然决然地 挖去了自己的第三只眼 割舍了魂魄 将秦凤卿送到幽都 他只保留了这具不属于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意识 还可以存活下去 变成了别人口中的废人 废物霸体 真王妃和秦汉真很难想象 秦木是怎样经历这些坎坷活下来的 很难想象 秦木为何还能保存着旺盛的斗志 东奔西走 甚至寻到这里 他们对秦木的爱意 除了父母的慈爱之心 还有便是内疚亏欠之情 这件事告诉开皇 开皇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他受损 秦汉真驾驭楼船远去 安慰道 开皇想见他很久了 他老人家的实力高深莫测 一定会有办法 真王妃默默点头 只是一想到 秦木将要在造物主那里受尽折磨 便不由地伤心落泪 这简直就是折磨 秦民族的领地中 秦木被造物主们套上大红色的袍子 坐在最高的位置上 有些局促不安 适才造物主们给他换衣服的时候 还给他穿上了大红色的肚兜 一想到这里 秦木便说不出的不自在 不过 不到两岁的顽童 穿着大红肚兜 却也是理所当然 毕竟这个年纪的小孩 都是穿着肚兜光着屁股满地乱跑 秦木两三岁的时候也穿过 还被虾爷爷瘸爷爷 经常捏着小雀雀谈两下 把他弹得哇哇大哭才肯罢休 这是往事 不提也罢 他坐在最高的位置上 而这个高台形状像是一座祭坛 相比成年造物主来说并不算大 相比他来说就显得异常宏伟了 秦木坐在祭坛的最顶端 觉得自己像是被摆在祭坛上的祭品 心里着实有些慌 秦民族的造物主太热情了 让他坐在最高位上不说 而且还前来参观 每个人都要在他面前驻足良久 盯着他眉心的眼睛细细查看 然后缓缓点头 欢天喜地地退下祭坛 秦木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任由他们参观 毕竟修仲还站在他的身后 让他根本没有溜走的时机 这些逃入彼岸世界的造物主 果然堕落了 他脑海中 书军接着他的眼睛四下打亮 有些痛心疾首 而今的造物主虽然还是部落制 然而与他当年已经大为不同 最大的改观便是建筑 这里的建筑 极尽华丽奢侈之能 雕梁化洞 繁复精巧 而且各种宫殿楼阁台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 甚至造物主还观想周围的山川地理 把这片城市四周的地理 也打扮得多姿多彩 山水树木花草 形成水墨丹青的图案 从天空往下看 便是一幅凤凰城的图案 凤凰展翅高飞 书军期的两只眼珠子发抖 在眼眶里谈来谈去 喋喋不休地说着 这是对传统的背叛 不过让他和秦木感觉到新奇的是 这里的造物主 居然也开始观想 甚至修炼神通了 他们看到 有许多看起来与秦木差不多高的几岁小童 在努力地观想神通 试图用观想将神通的威力发挥出来 造物主一两岁的孩子 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孩子 便能修炼 这是因为他们 靠神识来传授传承智慧 一个造物主婴孩出生 便会有长老亲自前来 用神识将造物主种族的智慧传授给他 因此 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孩造物主 也会说话 写字 调动神识修炼 很是强悍 还有些身躯伟岸的造物主 在传授这些小童关于符文的知识 教授他们符文中蕴藏的道理 更让秦木惊讶的是 他印象中应该是粗鄙不堪 拿着大骨头棒子杂人的造物主 竟然也开始学习锻造神兵力气 那些精通锻造的造物主们 是用一种神识锻造的方式来炼制 观想武器 用神识千锤百炼而铸就的武器 几乎不比用神经神铁打造的神兵力气逊色 造物主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改革 已经快跟上这个时代了 秦木不禁暗暗赞叹 他们比书军这种原始人先进多了 也聪明多了 书军不知道他的想法 否则又要暴跳如雷 修仲向秦木道 圣鹰出现的事情 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各族 子黎 朱秋 燕龙 夏台等各族的族长都会前来 会有一场大盛事 到那时 各族族长会有一次小小的考核 来验证你是否是圣鹰 秦木坠坠不安 道 小小的考核 微不危险 不危险 绝对不危险 修仲重重地拍了拍胸脯 比鼓声还要震耳 呵呵笑道 你是圣鹰 他们岂敢用太危险的考核 秦木放下心来 修仲道 这次前来的 还有我造物主各族的共主 见证这场盛事 他是我们的王 唯一的造物神王 秦木露出激动之色 心中暗暗叫苦 爹娘会不会赶来救我 估计他们即便赶过来 也没有这个本事 能够在诸多造物主族长手里 杀出一条血路 开皇亲自过来 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敌得过 这些造物主族长 更何况 还有一位神王 倘若被拆穿的话 过了两久 秦木终于建完修民族的造物主 修民族造物主数量不多 连老袋少 只有十多万人 但是建完这么多老少造物主 也花费了数日的时间 这些造物主并未离去 而是围绕祭坛 形成几个大圆圈 这场面像极了秦木 在血秀地带看到的情形 当初在血秀地带 他便看到 许多造物主的骷髅 围绕祭坛站成一圈又一圈 而祭坛中心则是一片光叶 汇聚成天宫的形态 现在这幅场面 让他也不禁生出不太好的联想 这些造物主 会不会观想出一尊古神考验我 把我拆穿倒也罢了 把我打死 那就完蛋了 他刚刚想到这里 身后的修仲一步跨出 来到祭坛前 沉生道 修民族的族人们 圣鹰将士 将率领我们造物主一族 重现太古辉煌 扫荡环宇 重整乾坤 十多万造物主欢呼 雷动天地 响彻云霄 圣鹰乃是天赐神童 隔壁的无忧乡 来了一个大头怪鹰 嚣张跋扈 杀我族人 但圣鹰将士 必然可以挥手灭掉怪鹰 修仲高呼道 朱军 与我一起祭圣鹰 祝圣鹰成长 早日除掉隔壁的怪鹰 那十多万造物主轰然映没 眉心地太出神石绽放光芒 越来越亮 一道道光线 像是彩霞在空中流动 向祭坛最高处的琴木汇聚而去 琴木心头一跳 这是祭祀太帝的规格 他脑海中 书军的大脑袋暴跳如雷 怒骂不已 老子当年做三王的时候 也没有人这样祭拜我 这臭小子 沾了我的光 被当成圣鹰 你们居然把他当成太帝祭拜 有眼无珠 不当人子 琴木早已用大罗无上神石 将太出原石封锁 他尽管怒吼不已 却无法将神石传出去 那些造物主的观想神石 形成的霞光一道一道 很快便将要凝聚成实质的光叶 向琴木眉心流去 琴木只觉一股股可怕的能量 钻入自己的头脑之中 让他的神石开始壮大 让他的肉身也在不断提升 速度之快 即便是他也感到不可思议 且慢 突然一个厚重的神石化作声音 在半空中乍响 镇的祭坛四周 十万多位老少造物主 神石锻炼 祭祀无以为继 修重皱眉 寻声看去 但见空中华丽无比的楼船 宝碾 彩凤 飞龙 城堡等物飞来 一尊尊身区伟岸的造物主 站在上面 周身光芒大放 眉心菱形 树眼光芒更是惊人 这些造物主落地 各自挥手 那些楼船保脸飞龙等物化 做神石消散 圣英 来者便是各族的组长 修重向琴木敲声 说了一句 迎上那几位组长 沉声道 几位组长远道而来 未曾迎接 还请恕罪 只是几位为何要打断 我们祭祀圣英 一位白发白眉白袍 手主权杖的老年造物主 重重顿了顿权杖 目光如电 向琴木看去 沉声道 是否是圣英 还没有定论 修重组长 何必急于一时 秦夜那恶贼诡计多端 当心你寻来的圣英是假的 是他故意弄出来骗我们的 修重道 预言中说 圣英带着原石 将会在将来出现 木轻的眉心中有原石 它自然是圣英 那白袍老年造物主探头上前 巨大的脑袋 比祭坛还要庞大 细细端向琴木的眼睛 过了片刻才收了回去 其他各族组长 也纷纷凑头上前 仔细打亮琴木的第三只眼 纷纷点了点头 道 的确是原石 修重笑道 既然确定了圣英的身份 那么 且慢 那白袍造物主摇头道 预言中还说 圣英将士 除了有原石镶嵌在眼中之外 而且还是带着权硬降生 象征着造物主至高无上的权力 倘若他是圣英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 一定有权硬在手 没错 其他各部族的造物主纷纷道 预言中 那位圣英一出世 便守卧造物主至高权力 他降生时 是出生在 承载至高权力的祭坛之上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是先灵从列祖列宗的神石 那里得到的预言 绝不会有错 性情的奸贼奸华无比 诡计多端 当年说借一块地方 谁曾想到 这丝狼子野心 借的地方这么大 一位造物主族长 怒气冲冲 双手画圆 比划了一下 道 情间说借一剑之地 结果一剑之地是三十三重天 这丝狡猾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圣英 如果拿不出权硬 那么就是情间 打入我们中的奸血 情目术演员时中 书军的大脑袋欢呼雀跃 叫道 没错 这小子就是奸血 老子才是你们要找的圣英 修重皱眉 看向祭坛上的情目 情目无奈 取出太低印 那那道 你们说的权硬 是这个吗 还有承载权硬的祭坛 他的眉心树眼中 飞出一座巨大的祭坛 轰然落地 是这座祭坛吗 情目一脸无奈 心中暗暗叫苦 我真的不想做你们的圣英啊 我想回家 我只想回屋邮箱 不过我说出来 你们肯定会打死我 第972章 狼渊神王 子黎 朱秋 燕龙 下台等造主各族的族长纷纷上前 几乎是趴在太低印上查看 而太低祭坛 他们也是检查得细致无比 过了两久 这些族长才直起腰身 各自对视一眼 焦头接耳一轮纷纷 难道仙灵的第三个预言 真的应验了 可是关这小子 不太像是造物主 他连猴杰都有了 倒像是恶徒中的成年人 眉眼 也都长得像是情间 你这么一说 圣英长得的确与情间有些像 而且越看越像 然而他有权硬 还有祭坛 眉心也有原石 情间应该还没有 尖到这种程度吧 就算他尖滑到这种程度 他也没有地方 弄来权硬和祭坛 至于得到原石 那就更没有可能了 情间狡猾 不得不防 当年你们谁能想到 一箭之地有那么大 原石中 舒均紧张兮兮 忍不住提醒这些造物主组长 他不是握着权硬出声的 也不是降生在祭坛上的 太帝硬和太帝祭坛 都是别人送给他的 太初原石 也是抢我的 喂 你们聪明点 各族组长商议一番 下台族的白发族常道 圣英事关重大 需要先验明正身 免得是情间派来的奸细 倘若我们稀里糊涂 便承认他是圣英 情间岂不是要在背后 笑掉大牙 修仲点头道 圣英将士 的确要慎之又慎 我也不敢确定 他是否便是圣英 所以才邀请诸位前来 诸位都有什么法子 来判定他是否是圣英 其他的都可以造假 唯独魂魄 无法造假 子黎族的女造物主残女道 我子黎族的宝物是七魂草 是我族人用数以百万的 岁月观想出的圣物 除了可以吞人魂魄之外 还可以辨识魂魄 上次拿来对付秦家的大头怪鹰 被他把七魂草砍了大半 好在还剩下些根须和草梗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株草 子根子精 根精比草要大了很多倍 像是根上长了一棵棵子鼠 不过根精上有被啃咬过的痕迹 而且被咬得很惨 这株草是子黎族的造物 主用无数岁月观想 创造出的圣物 极为厉害 善于吞噬灵魂 只是在面对秦凤卿时 吃了大亏 当时秦凤卿猖狂 从无忧乡里杀出 屠杀造物主 残女与族人便寄起雌宝 打算用七魂草案算他 结果被他抱着便啃 残女与族人慌忙收回来 但已经被秦凤卿啃掉了大半 这也是七魂草并不好吃的缘故 自从收回七魂草之后 这株草便有些奄奄不振 无精打采 即便残女与族人合力祭祀 也无法让七魂草恢复到巅峰状态 好在这次仅仅是用来辨识 秦木的魂魄年岁 对七魂草来说还不在话下 残女记起七魂草 这个没精打采的圣物 晃晃悠悠地飞到祭坛上 来到秦木的面前 紫气流转 飞入秦木体内转了一遭 七魂草有气无力地 抬起两条拇指粗细根筋 其中一条树的笔直 另一条则搭拉着 七魂草说他还不到两岁 残女收回七魂草 道 那么确切是我造物主义族了 我见过人族的婴孩 一两岁的时候就是个小不点 书君怒不可遏 大脑袋在元氏祭坛上蹦跋来去 教道 你那猪傻草没用 傻草辨识不了他的肉身 这小子的肉身是三十多岁 朱秋族的族长动明道 灵魂既然是真的 那么应该便没有假了 不过 预言中圣鹰神通广大 智慧通达 圣鹰可否认我们一事 秦木无奈道 诸位请便 即便它有意义 这些造物主也不容他反驳 所以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由他们测试 反正修仲不止一次说 没有危险 秦木心道 修仲与那几位族长商议一番 确定测试的章程 修仲道 神王还没有来到 按理来说 以他的速度很快便会来到这里 难道被什么事情办住了 不如再等一等 等到神王来了 由他来主持 动明 残女等人点头 而在此时凤鸣声传来 众人抬头看去 但见天花乱坠 纷纷扬扬 如同花瓣形成的瀑布 从天而降 彩凤阵翅翻飞 拉着一辆华丽无比的宝脸乡车 从花铺中缓缓落下 而在这辆乡车驶过之地 竟然还有一道花河 绵延虚空不知多远 花河消散 那辆宝脸也尽自落地 神王到了 来到秀民族的各族族长 长老 纷纷躬身参拜 一口同声道 恭迎狼冤神王 不必多礼 宝脸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秦穆向宝脸中看去 却看不到车中女子 不过与其他造物主族长不同的是 那些彩凤落地后 并未化作神识散去 造物主族长们的座驾 都是神识观想而成 落地后便会化作神识飘散 被他们各自收回 而这位狼冤神王的座驾 仿佛是真正的彩凤 难道这几只彩凤 是观想而造就的神奇 秦穆心中微动 从观想到真实 这几只彩凤 只怕与古神无异了 这位狼冤神王 是什么来头 没有听说过 书军也是有些惊讶 我们三王时代 三王都是如我一样古老的存在 书军 薄阳 心腹 并称三神王 地位仅次于太帝 薄阳 心腹都已经死在最后一战中 没有存活下来 这个狼冤神王 我却是不曾听过 莫非 他是后世的造物主风的神王 那宝念中 传来狼冤神王的声音 圣阴将士 此乃大喜之兆 不过先灵预言 圣阴将会率领 我族人走出太虚 重现祖先荣光 既然如此 圣阴本事如何 需得有个计较 下台族常道 正要等神王前来考验一番 狼冤神王笑道 你们应该已经查过圣阴的身份 确认他是我族的造物主 那么来历师城有没有问过 修仲连忙攻身 道 圣阴说他的老师 是个叫书军的造物主 圣阴的神识很强 不弱于成年造物主 想来书军 也是我族人中的厉害人物 书军 那宝念中传来惊讶的声音 狼冤神王笑道 原来是太古三王之一的 书军神王 他不是早已经死了千百万年了吗 说起来 他也算是我的前辈 我听闻过他的大名 当年我造物主一族战败 与他也有不小的干系 一个死人 怎么会圣阴的老师 是了 我知道了 他的声音悦耳动听 笑道 书军神王 还请献身一会 秦牧第三只眼 太出原石中 书军冷哼一声 淡淡道 后世小辈 胆胆小去了我 秦牧好奇道 神王难道不去见一见 这位狼冤神王 书军冷笑道 见他做什么 老子是太古神王 他不过是后世造物主风的神王 他叫一声 老子便跑去见他 岂不是自降身份 而且 老子现在只剩下大脑袋 脑袋里连脑子都没有 出去被人耻笑 连神王的脸面都丢尽了 我不去 秦牧笑道 神王 我觉得 一个能够引进神藏天宫修炼体系 改革变法神石修炼体系的神王 一定是大气磅礴胸怀天下 不至于如此小气 我没有说你 我说的是狼冤神王 书军大怒 大脑袋跳起来 怒道 我就算想出去 你能放我出去 你就不怕我把你这个帽牌 圣鹰拆穿了 秦牧微微一笑 道 书军 你还没有察觉到吗 三个预言中所说的 那个圣鹰 就是我啊 书军呆了呆 面色复杂 他现在仔细一想 造物主种族中流传的 第三个预言中的圣鹰 的确是秦牧 除了秦牧 也在无旁人 秦牧得到太初元时 云天尊送来太地印和太地祭坛 这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注定他要来到造物主的彼岸世界 做这个圣鹰 至于秦牧是否是造物主 真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第三个预言中 并未说过 圣鹰便是造物主 狼冤神王的神识遍布虚空 甚至在秦牧的脑海中乍响 笑道 书军神王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我出去 书军淡然道 江山带有才人出 前代被后代拍死在沙滩上 我却不信 这个狼冤神王的眼界 见识能胜过我 你撤掉大罗无上神识 秦牧闻言 散去大罗无上神识 狼冤神王还待在说 突然秦牧的眉心中 飞出一颗巨大的脑袋 咚的一声落在祭坛上 书军懒洋洋道 狼冤神王 为何大呼小叫 那宝脸旁边 有两只采风探头 用鸟绘勾住垂帘 把垂帘向两旁分开 车中一个神女款款起身 从车中走出 头上的凤冠和鹰落垂了下来 微微晃动 见过太古书军神王 那神女自容秀丽 看得秦牧头脑一阵恍惚 心中大叫古怪 这世间 竟然真有绝无尘 她脑中轰然 那位狼冤神王 也是那么的完美无缺 那么的疯滋动人 那么的让人迷醉 不可能 不可能 绝无尘是灵天尊制造出来的 用来勾引古神天地那等好色之徒的 世间不可能存在这样美丽的女子 秦牧的目光 落在这位女神王的胸前 愈发笃定 这位女神王 绝对是观想出来的 这胸 佩佩 我是说她长得太漂亮了 真好看 第973章 犹如天柱 狼冤神王眼眸流转 笑道 书军神王在太古时代 战死在血袖地带 而那时我们已经迁徙到太虚 神王是不可能逃入太虚的 因为当年根本没有人告诉你 太虚在哪里 祭坛上 书军神王哼了一声 很是不悦 不过狼冤神王说的却也没错 虽然他们 都被后人称为造物主 使他们为造物主种族 但造物主之间 又分为不同的种族 分属不同的势力 彼此之间也有着恩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造物主的地方 也是如此 太古三王是当时比较强大的势力 最强的势力则是太帝 除了太古三王之外 还有其他各种势力 争权夺利 很是热闹 三王之间相互不爽 三王与太帝之间也有很大间隙 再加上有人投靠了古神 他们被古神打败 灭族 从世间消失 也并非是偶然 而是必然 当时书军的名声 在三王之中可谓是狼籍 的确没有人告诉过他 太虚到底在哪里 狼冤神王思索片刻 笑道 那么书军神王 一定是在外界遇到了圣鹰 躲入圣鹰体内 借着他的神识 气血复生 只是没有完全复活 以至于实力低微 书军神王又哼了一声 心中更加不爽 又被这女子猜对了 他本来打算 以自己是太古神王的身份 压着女子一头 没想到被他三言两语 猜到自己的来历 反倒被他压了气势 狼冤神王继续道 书军神王远来是客 又带来了圣鹰 我彼岸的造物主 自然要礼遇 来人 请书军神王落座 便坐在我旁边 修仲上前 将书军神王的脑袋拖起来 离开祭坛 有人搬来宝座 放在狼冤神王的身旁 修仲 把书军神王的脑袋 放在座位上 书军神王眼眶里 两只大眼珠子 蹦蹦跳跳 谈来谈去 想要说话 却不知该说什么 才能挽回一点颜面 秦木星道 这女子厉害 三言两语 便将书军神王安排得明明白白 让她没有任何想法 不愧是统领造物主余部 与开皇僵持至今的存在 能够与开皇斗的不相上下 而且还吸收了神藏天宫修炼体系 与时俱进 这位狼军神王 无论眼界还是心胸 亦或是手腕心机 都十分厉害 三王时代 造物主虽然统治宇宙乾坤 但归根结底 也不过是一些原始的部落 而到了这位狼军神王手中 虽然造物主的地位不如从前 但却要进步了许多 狼军神王深深看了秦木一眼 他的声音在秦木的脑海中响起 道 你是人族并非是造物主 秦木毛骨悚然 默默点头 狼军神王能够猜出他并非造物主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否认也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书军已经承认 他们是从外界来到彼岸世界 外界的造物主已经灭绝 秦木自然不可能是造物主 以狼军神王的智慧 很轻易猜到这一点 不必担心 第三个预言说 会有圣鹰将士 但没说一定便是造物主 或许你真有可能是圣鹰 狼军神王额头前的鹰落 散发出柔和的珠光 声音继续在秦木脑海中响起 道 然而 人族成为圣鹰 去仙灵界建立代仙灵 多半会被愤怒的仙灵们诛杀 就算仙灵们不杀你 倘若我的族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也会对你痛下杀手 秦木眨眨眼睛 狼军神王继续道 不过 我可以不拆穿你的身份 即便你的身份被拆穿 以我的地位也足以保你 我也可以在仙灵界的仙灵们 面前保你 但是在此之前 你必须要通过 我与其他族长的考验 秦木闷哼一声 他也被这女子 安排得明明白白 狼军神王与他交流完毕 笑音音道 朱军 既然是圣鹰将士 那么圣鹰一定会拥有 过人的神识 过人的肉身 过人的战斗手段 过人的智慧 方能带领我们族人走出彼岸 回归祖庭 因此 我以为考核也要分为四步 念在圣鹰还不到两岁 那么第一关考验神识 便与成年造物主相较 修仲向秦木道 我说不危险吧 秦木松了口气 向他称谢 狼冤神王道 第二关考验肉身 也是与成年造物主相较 第三关考验战斗手段 也是如此 第四关考验智慧 那么由我来亲自考核 朱军有什么意义 修仲向秦木笑道 你看 很简单的四关 以圣鹰的本事 肯定轻易度过 秦木心中有些坠坠 考验肉身 战斗手段 看起来寻常 然而 他对造物主的肉身战斗技巧 和神识观想战斗手段 了解得着实不多 各位组长交头接耳商议一番 都没有意义 我有意义 宝座上 书军的大脑袋跳了跳 嘿嘿笑道 这四关考核 未免太简单了 圣鹰怎么说 也是我的弟子 这等小小的考验 对于圣鹰来说 自然是易如反掌 秦木勃然大怒 这丝是要给我小鞋穿 狼渊神王笑道 书军神王有所不知 这四关看似简单 但实则困难 这第一关考验神识 便是观想造物 而且不是与一位成年造物主对抗 而是与九位成年造物主对抗 九位造物主一起出动神识 干扰他的观想 倘若他能压制九位造物主 观想造物成功 那便算是过关 修仲脸色微变 其他各族组长 也不禁变了脸色 书军呵呵笑道 九位成年造物主干扰他的观想 那就是神识对抗了 稍有不慎 圣鹰便会被他们的神识 轰成白痴 这个考验还差不多 有点意思 徒儿 你怕吗 弟子不怕 秦木露出憨厚笑容 目光向书军的大脑袋中看去 书军被他看得毛骨悚然 心道 老子要是回到原石中 这小子肯定不会放过我 然而 谁肯借我弃血神识 恢复肉身 我还是得回去 狼渊神王吩咐几句 过了不久 各族便选出九位身躯雄壮的成年造物主 圣鹰要观想的是修民族的圣物 狼渊神王看向修仲 修仲迟疑一下 轻轻抬手 一件宝物缓缓飘起 却是一枚珠子 漂浮在秦木面前 修仲道 圣鹰看仔细了 他神识爆发 催动那枚珠子 只见那枚珠子顿时膨胀开来 顷刻间化作一个珠天世界 悬浮在祭坛的上空 那个圆形珠天中陆地 被镶嵌在珠子的内壁上 千山万水 都像是美玉雕琢而成 山体与河流 形成一种种规律的符文 无数山巻高低起伏 细节构造无比复杂 而河流走势 山西瀑布 也形成不同的符文构造 各种符文之间的联系 也是极其繁复 最为关键的是 珠子中心是一座神城 类似天宫玉京城构造 里面还有古神形态的神魔 倘若细看 便会看到这些古神形态的神魔体内 藏着无穷的细节 舒军额头冒出冷汗 心里直犯嘀咕 朗渊神王这小娘皮 是打算弄死圣婴 呸 弄死秦牧这小子 如此复杂的观想 别说他观想不来 就连我也有些勉强 对神识的操控太细致了 这些造物主 完全抛弃传统了 一枚珠子 还搞得这么复杂 秦牧眉心数眼开启 一片光幕 从神眼中射出 像是无比细致的篱笆 将这件修民族圣物所有角落 无论山巒河流 还是那座玉京城 统统离了一遍 秦牧闭上眼睛 坐在祭坛上一动不动 下方 十多万造物主鸦雀无声 紧张地看着他 突然 秦牧张开眼睛 道 可以了 狼渊神王道 九位造物主神识攻击 破坏你的观想 你不要掉以轻心 秦牧点了点头 狼渊神王向那九位造物主示意 那九位造物主 立刻神识爆发 秦牧的神识涌出 浩浩荡荡 虽然神识无形 却掀起阵阵风暴 雷霆向祭坛上的秦牧呼啸冲去 这九位造物主的神识 爆发的第一时间 秦牧的神识便已经呼啸涌出 然而 他并未观想那枚珠子 而使鼓荡所有神识 向那九位造物主冲去 红龙 祭坛四周剧烈震荡 使骨强横的神识碰撞 秦牧的神识 猛然化作大罗天 将九位成年造物主的神识碾压 一瞬间 便将九位造物主的神识击垮 逼回他们的眉心 风 他嘀喝一声 那九位造物主 各自身躯大震 眉心的菱形树眼上 顿时蒙尘 被他以神识层层封印 让他们无法调动神识 冲破眉心 秦牧连锋九人 这才收回神识 观想造物 这才是圣鹰啊 动民族常忍不住赞叹 笑道 他倘若一心要观想 修民族的玉金珠 肯定会被那九人锁衬 说不定还要被那九人轰成白痴 然而封印他们的神识 便可以从容观想 不会再被打扰了 其他族长也纷纷点头 残女道 现在必要看他是否能够 观想出玉金珠了 他们话音未落 便见秦牧四周千山万水 像是从虚空中喷涌而出 各种山式水式天文地理 几乎与玉金珠中的洞天一模一样 纷纷涌现 不仅如此 玉金城的虚影 也自浮现出来 城门城墙 各种巫射宫雀宝殿 与玉金珠一一对应 而那些古神形态的神魔 也被秦牧悉数观想出来 构造之复杂繁复 甚至比玉金珠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如天柱 有如天柱 诸多造物主纷纷惊叹 赞道 比玉金珠还要复杂 细节更多 真不愧是原始所生的圣音 指点我们来礼 书军连番白眼 心道 换作是我的话 估计已经被轰成白痴了 不 我不会被轰成白痴 我又没有脑子 第974章 三场较量 仅仅把玉金珠观想出来 并不能完成狼渊神王的考验 还需要将玉金珠由须转时 从须影化作现实 其中的山水 树木 符文 建筑 以及古神 都要细致入微地观想出来 并且变成实体 这才是最考究造物主神识的地方 倘若秦牧没有封印那九位造物主 那九位造物主捣乱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将玉金珠观想出来 更不可能化虚为实 而现在 他有了充足的时间 秦牧坐在玉金珠的中心 神识不断涌出 像是有万千个无形的画师 手持无形的画笔 在珠子中勾勒创造一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真实 过了不知多久 他终于收回自己的神识 不再观想 脉步从玉金珠中穿过 回到祭坛上 众多造物主纷纷上前细细打量 修种检查得尤为仔细 只见秦牧观想的玉金珠 比秀民族的圣物要小了许多 各个方面都寻不到半点瑕疵 只是秦牧观想的玉金珠中的古神 与修民族的圣物中的古神 有些不太一样 修虫笑道 圣鹰不愧是圣鹰 这种程度的造物 已经是造物主中顶尖的人物了 虽然神识修为差了点 还有便是这些神木的形态有些问题 不过这应该是知识不足的原因 不怪圣鹰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只见玉金珠中的那些古神动了起来 玉金珠中每一尊古神的动作和神态 各不相同 他们身上的大道符文 也是各不相同 不仅如此 256尊古神口中 各自念诵道语 竟然是256种不同的道语 不同的语言混在一起 形成了宏大的道音 从珠子中传来 异常的神圣肃穆 随着道音震荡 玉金珠中的所有符文文理 日月山川河流湖泊海洋 悉数绽放光芒 整个玉金珠 仿佛凝聚了一个珠天的力量 散发出惊人的悸动 各位组长吓了一跳 急忙各自后退 秦牧观想出的那枚玉金珠中 照射出来的光芒 在方圆千丈的空间内投影 玉金珠中的纹理符文投射出来 在这个玉金珠外 投射出另一枚方圆千丈的玉金珠 只是 里面的是实体 外面的是虚影 然而 虚影中的符文构造也具备威力 日月山川河流湖泊海洋 在不断凝聚 变得更加真实 玉金城也浮现出来 各色神魔毅力 口中响起不同的道理 瓮 玉金珠虚影阵战 光芒迸发 二度投射 在两枚玉金珠之外 形成了第三枚 更加庞大的玉金珠 祭坛四周 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其中 痴迷地看着 这二度投射形成的第三珠天 瓮 第三珠天再度投射 形成第四珠天 接着是第五珠天 第六珠天 玉金珠形成第六珠天之后 投射出的虚影愈发暗淡 无法进行第六次投射 琴木站在祭坛上 眉心的第三神眼缓缓闭合 一层层珠天渐渐消散 最终 玉金珠化作一枚指头大小的灵珠 落在他的掌心 修仲 你们修民族的圣物 也可以这么实吗 子黎族长残女问道 修仲茫然 摇摇头 道 不能 琴木将自己观想出的玉金珠交给他 道 你们观想的古神 缺少了一些符文 所以无法投射第二珠天 我给补上了 只要神识足够强大 从玉金珠中投射出来的第二珠天 也可以变成现实 我的神识不强 只能投射到第六珠天 修民族很厉害 这玉金珠蕴藏的威力 惊人无比 他忍不住赞叹一番 道 若非我在画道 锻造 艺术 数数上都有不浅的造诣 真有可能观想不出来 修民族 的确了不起 修仲小心翼翼地捏起他观想出的玉金珠 心中茫然万分 我们修民族观想出的玉金珠 没有这个功能啊 他连忙道 补上了古神符文 可以无限投影下去吗 琴木摇头 道 我试裁观想的时候 因为时间紧迫 只推演到小树退位的第十八位 虚空数位 也即使说 玉金珠可以投射出十八珠天 十八珠天之后 便会因为数数上的不足 导致投影出的误差越来越大 之后再投射出来的珠天 便会因为误差太大 不具备威力 修虫呆了呆 数数 琴木点了点头 数数 造物主观想一些简单的东西 比如镜面 是无需数数的 但是复杂的东西 如符文构造 便需要数数了 倘若单纯用数数 我打造不出一个纯源的球体 但观想配合数数 便可以让锻造的物体精度 提升几个量级 倘若精度足够高 神识足够强 便可以无限投影下去 修种还是有些不解 琴木无奈 落寞地摇了摇头 这些造物主不懂数数 造物主对数数几乎没有要求 因为他们 可以观想出最为完美的镜面 观想出各种纹理 所以没有发展出数数 然而观想也并非万能 在细节构造上观想 便需要数数来补充了 狼渊神王笑道 既然第一关通过了 那么便开始第二关 肉身考验 这一关简单 只是肉身战斗而已 不动用任何神识 仅凭肉身 又有九位造物主走了出来 身躯伟岸如山 琴木心中发怵 看了看修仲 低声道 没有危险 修仲信心满满 对于圣鹰来说没有危险 琴木撇了撇书军 书军得意洋洋 教道 使出我教你的神识断体之法 保管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琴木大怒 这次传授给自己的事 三元上石 根本没有传授过断体之法 每次从书军那里 弄来一些神识法门 都需要与这次交换 因此 他修炼的神识法门 都是残缺不全的 琴木所领悟出的断体之法 是从太帝神识中得到的 大罗无上神识 其中有着以自身为语 深藏两千古神 大罗无上神识的确厉害 然而这种断体之术 他修炼的时间尚短 不知道能否与成年造物主抗衡 琴木定了定神 平稳气息 调动神识 他的神识立刻从脑海中涌出 流入第三神眼中 经过太初原石 化作大罗天 他的神识在太初原石中爆发 头脑为天庭 丹田为原都 弃海为龟须 永泉为幽都 四肢为四级四象 脊量为三十三重天 天庭神识生古神天地 原都生地母 弃海生地后姊妹 永泉生土博 四肢生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脊量三十三重天 演化近两千尊古神 他的霸体三丹弓催动 大罗一桶 紧密无比 形成一个内在乾坤 轰 一尊造物主一拳轰来 打得空间碎裂 造物主一族最为强大的便是肉身 他们以神识观想自己的肉身 提升肉身机能 是史上肉身最强的种族 这一拳简单 没有武道上的造诣 然而却竟显力量上的强横 琴木双族 站在祭坛上 挥拳迎上 与那尊造物主 山巒般大小的拳头不同 他的拳头太小了 然而就在此时 其他八尊造物主一起挥拳 从祭坛的不同方向 齐齐向琴木轰去 琴木脸色微变 身躯一摇 化作三头六臂 然而六手难抵九拳 他挡下六拳 另外两拳便没有挡住 被那两个巨大的拳头 一左一右加在中心 还有一位造物主 是从空中攻击 一拳轰下 还未来到祭坛上 剧烈的震荡声传来 四周的造物主们 不忍心去看 这种场面 必然是血淋漓的 琴木被两大造物主的拳头 夹在中央 肯定像是小果子一样 被碾得果僵四射 然而 那两尊造物主 却看得分明 他们的拳头 根本没有碰撞在一起 被两只山头般大小的拳头 夹在中央的琴木 根本没有被他们轰扁 而是以肉身硬生生 抗住他们的拳头 甚至连脸都不曾变形 琴木也是呆了呆 太帝的大罗无上神识 果然强横 他的肉身与古神天地相比 只怕也丝毫不逊 琴木长笑一声 立刻反击 两拳轰出 那两尊造物主 身不由己向后飞起 远远跌去 而空中的那尊造物主 一拳砸来 琴木像跟钉子一样 笔直站在祭坛上 祭坛被砸得 像地下沉降了百丈 然而 他却依旧屹立不动 琴木挥拳向上打去 那尊空中的造物主口喷鲜血 被他一拳轰得飞入云层 吐出的血把白云染红 另外六位造物主 各自摇身一晃 观想出八条手臂 拳头如同狂风 骤雨轰下 砰砰砰的爆响不绝于耳 又有骨骼断裂的声响传来 一个个巨大的身躯飞起 向后跌去 那些成年造物主人在半空 一条条手臂 霹里啪啦爆碎 血雾弥漫 祭坛上 琴木散去三头六臂 恢复真身 依旧披着大红色袍子落座下来 狼渊神王拍了拍手 命人搀扶那九位造物主 送下去歇歇 这些造物主尽管受伤 但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神识观想 修复肉身 因此 这点伤并不算重 这也是无忧香一直与造物主开战 却不能占据上风的原因 因为这些造物主 怎么打都打不死 只要神识还在 便可以复原 继续战斗 直到幽兜神子秦凤卿的到来 直接吞掉这些造物主的灵魂 这才让造物主折损惨重 因此 离安世界的造物主们 视这个大头怪英为大敌 神王 第三关是什么 秦目精神抖擞 笑问道 狼渊神王笑道 第三关是考教神识神通 又有九位造物主上前 围绕着祭坛各自坐下 闭紧双目 仅剩下眉心的菱形竖眼 秦目皱眉 看向舒君 关于神识神通 他懂得的确不多 舒君没有教过他多少 太帝神识中 也没有完整的神识神通 秦目咬牙 闭上双眼 眉心的竖眼张开 心道 神通都是人创出来的 别人能够创出来 我也能够创出来 既然如此 那么便临时创造 与这些造物主一绝高下 他暗暗给自己鼓劲 我是霸体 我能行 其中一尊造物主 眉心光芒闪动 一条金龙 从他眉心中游出 张牙舞爪 吞云吐雾 秦目心中微动 这尊造物主观想出真龙 欲以元气构建符文 形成龙形神通 有何区别 我倘若以神识来替代元气 是否也可以 他心面一动 神识从眉心涌出 化作一条摇头摆尾的金龙游出眉心 随即啪哒一声跌落在地 我观想的是龙胖吗 秦目额头冒出清津 自己每次观想龙 观想出来的东西 都与龙七灵有着几分相似 他定了定神 改变观想 观想诸天古神 一尊尊古神 从他眉心中走出 很快站满了祭坛 书军低声道 臭小子 神识神通 不是这么来的 第975章 灵天尊必须死 秦目观想出的古神刚刚成形 那九位造物主的神识神通 已经攻来 这九位造物主端坐不动 他们的神识 却化作龙凤山 秋河流云雾等各种异象 涌向祭坛 秦目神识一动 祭坛上的古神 各自迎上扑面而来的神通 厮杀惨烈 一条神龙 被他观想出的天宫撕碎 然而神龙瓦解之后 立刻化作神识 神识涌动 冲入天宫体内 下一刻 一口大剑从那外 将他观想出的天宫切开 天宫被剖开之后 那口大剑化作一口豆 倒扣而下 疯狂旋转 秦目观想的天宫 被炼成灰烬 神识也被炼去 秦目心头大震 还未曾想出对策 他观想出的古神 被那九位造物主一一斩杀 吐蕃被斩断了牛角 刺下了眼睛 帝母被打得骨断金折 烧成了灰烬 其他古神也一一惨死 最多只能抵抗一两下 便难逃被炼化的命运 秦目额头冒出冷汗 他观想的古神固然战力强横 然而 他却低估了造物主的神识神通 而且 书军也没有教过他神识神通 以至于在第一时间 他的古神阵势便被破取 造物主的神识神通千奇百怪 而且令人防不胜防 其神通并无固定形态 比如观想出龙凤 下一刻龙凤便会化去 化作其他形态 针对他观想出的古神的弱点来 这与元气符文所化的神通完全不同 他可以操控这些观想出的古神 甚至利用这些古神来施展神通 然而观想出的古神 根本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 可以抵抗造物主的神识神通 他观想出的古神的战力 甚至比不上修成尊神境界的神器 他疯狂观想 又有一尊尊古神化身而出 守住祭坛 挡住那九位造物主的神识神通攻击 然而 那九位造物主观想出的神通越来越多 破开他的手势 只是时间的问题 神识神通 这么难对付 秦目脑海中千百种念头不断闪过 电光火石般想出一种种应对方法 然而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参悟出神识神通的应变技巧 还是极为困难 尤其是要以一敌酒 同时对抗九位成年造物主 更是难上加难 舒均神王 太古时代的三王 神通就这样粗鄙不堪吗 狼渊神王撇了宝座上的大脑袋一眼 似笑非笑道 圣婴是传承自你 他几乎像是一个不懂神识神通的孩子 他动用神识的方式令人审笑 太古三王的舒均 竟然是这等水准 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舒均冷哼一声 很是不爽 我并未传授给他 我的神识神通 我若是传了 嘿嘿 别说九位成年造物主 就算是一百位 也能轻易拿下 狼渊神王微微醋眉 轻声道 这么说来 圣婴没有学过神识神通 舒均沉默 狼渊神王眉头锁得更紧 秦牧 没有学过神识神通 倒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本以为 舒均是秦牧的老师 肯定会将神王的神通传授给他 那么 秦牧应对眼前的考验 虽然谈不上轻松 但好歹也能度过 他却没有想过 秦牧一招神识神通也不会 这样下去的话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狼渊神王峨眉舒展开来 行道 他死之后 取回太初神识 太地印和太地祭坛 再造一位圣婴霸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祭坛上的秦牧 竟然昏睡过去 侧身躺在祭坛上 呼呼大睡 狼渊神王正了正 这个时候躺下去 祭坛上 秦牧催动无量结晶 顿时小小的祭坛上 出现无数个小小的秦牧 马哈几顾地吵吵嚷嚷 打来打去 热闹非凡 这些小巧的秦牧 却是在模仿那九位造物主的神通 试着像那些造物主一样 做到神识千变万化 很快 成片成片的小巧秦牧 便死伤一地 有的被对方的神识神通暴体 而亡 有的被突然出现的 飞剑斩断了脑袋 有的被突如其来的大山 压得粉身碎骨 有的被两条龙撕成两半 有的体内有神火涌出 自然而死 有的则掩而口鼻不断喷水 逆亡在对方的神通下 场面极为惨烈 祭坛上极为热闹 而那九位造物主的神通 已经攻克祭坛 杀到祭坛顶 突然 秦牧猛地张开眼睛 梦中世界崩塌 刚才死状千奇百怪的 小巧秦牧顿时如梦境消散 秦牧端坐起来 双眼紧闭 眉心的树眼睁开 虚空生电 煞世间 祭坛上空到处都是雷霆 形成规模宏大的雷云 雷霆咔嚓咔嚓 如雨般披落 祭坛四周 顿时变成雷霆汪洋 那九位造物主的神识神通 被打得千疮百孔 陷入禁止状态之中 那些雷霆落地 突然化作无数个嫩芽 迎风便涨 寝刻间 整个祭坛绿意盎然 化作一片原始森林 那九位造物主 正要控制自己的神识应变 突然一股狂风吹来 大漠黄沙 将森林淹没 火光熊熊 神风卷动神火 火海熊熊向他们扑去 火海瞬息间冲至他们身边 九位造物主 眉心光芒大放 各自伸手 捏住自己的神识用力一划 但见虚空裂开 无数星辰崩陷 在他们身前 各自化作一道星河 星河中不断有新的星辰涌出 将他们与秦木 和火海的距离拉开 越来越远 就在此时 火海突然消失 化作无数只喜鹊 积积喳喳飞越星河 搭成一座座雀桥 直达彼岸 雀桥扑到彼岸 突然仰头 各自化作一条大蛇 张开吞天大口 向那九位造物主吞下 九位造物主心中一惊 再度改变神识 逆转神通 化作罗网 向大蛇兜去 九条大蛇钻入罗网 突然消散 化作滚滚的神识流 钻入他们的头顶天灵盖 九位造物主猛地张开双眼 一动不动 额头冷汗滚滚 秦木的神识 侵入他们的肉身之中 只需观想出什么庞然大物 便可以将他们的肉身称爆 可以了 狼渊神王的声音适时传来 秦木的神识 顿时从这九位造物主体内飞出 化作九道无形的气流飞回祭坛 钻入秦木的眉心中 狼渊神王侧身 向身旁宝座上的硕大脑袋道 书军神王 不愧是太古三王之一 刚才还骗我说 没有教过他 现在看来 圣鹰的神识神通造诣却是不坏 书军一片茫然 南南道 我真的没有 不错 我是太古神王 自然是有些手段的 教他这点粗浅的神识神通 虽然马马虎虎 但也足够应付你们精心栽培的造物主了 他面不改色 狼渊神王轻笑一声 站起身来 笑道 圣鹰已经通过了三场大考 这三场大考 说难不难 以圣鹰的身份和本事 自然能轻易度过 最后一场 则是考验圣鹰的智慧 他连步款款 他到祭坛上 眉心中光芒涌动 像是霞光徐徐扑开 化作一片领域 将秦木包围在其中 秦木心中微动 透过这个领域看向外界 祭坛外 那些造物主的动作 变得无比迅捷 浮光掠影 他抬头看天 天上的太阳移动速度 也变得无比迅速 从东到西 几乎是在一瞬间 日晨月升 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在眨眼间的功夫 太阳月亮交替了三次之多 无上神识领域 秦木心头大震 狼渊神王站在他的身边 轻声道 这个神通领域 是我造物主一族的 大仇人的绝学 圣鹰虚的能够 以自己的智慧 破解这种神通 才算是通过我这场考核 否则 你就算拥有圣鹰的身份 将来也会死在 这种神通之下 秦木轻声道 太帝 狼渊神王心头微震 低头向他看来 相比他来说 秦木显得很是细小 他是造物主中的神王 肉身广大 如同天鹰娘娘那等古神 秦木在他脚边 则显得微不足道 的确是太帝的神通 狼渊神王没有否认 道 太帝背叛了我族 导致我族差点灭绝 这个血海深仇 无论如何都要报 我的诞生 就是为了向他报仇 不过 我虽然将他的神通 模仿得七七八八 但是破解他的神通 我却没有任何把握 秦木皱眉 试探道 你的意思是说 太帝还活着 不过 我在太须知的明明看到太帝已经死了 他的肉身被云天尊和造物主困死在无上神石领域中 狼渊神王摇头 肉身慢慢缩小 没多久 便缩小到与他差不多高大的程度 道 太帝必须还活着 当年无数造物主祭祀他 把他塑造成 世间最为强大的存在 拥有最强的肉身 最强的神石 他不可能被困死在那里 他轻声道 他拥有永恒不灭的神石 他可以以任意的形态活下来 哪怕是舍弃肉身 哪怕是舍弃魂魄 甚至舍弃一部分神石 他都可以存活下来 死在太须之地的太帝 只是他的一部分 他还有其他部分 存活在祖庭之中 秦慕大昼眉头 修炼到赤皇这样的层次 便可以借助不灭神石 永恒地存在下去 除非磨灭赤皇的不灭神石 才有可能将他完全消灭 像太帝这样的存在 无数造物主一起塑造而成的怪物 他的神石比赤皇更强 想要消灭 他的确困难无比 太帝为何要除掉造物主 秦慕不解 问道 他与你们不是同族吗 因为 是造物主成就了他 造物主可以成就他 也可以成就其他人 为了他的统治 他必须要除掉 除他之外的所有造物主 狼渊神王说出一个 冷冰冰的事实 道 现在 外面已经过去了半年多时间 你需要加快速度了 你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 来破解这个领域 有我陪在你的身边 我不下无上神石领域 连我也无法走出去 秦慕心神一荡 看了看身边的女孩 突然醒悟过来 急忙从他胸脯上挪开目光 心中暗暗警醒自己 秦慕啊秦慕 没有龙胖在身边 你一定要把持得住 他稳住心神 尽量不去看着 兵机遇骨的女子 秦慕取出 太帝印和太帝祭坛 狼渊神王摇头道 在太帝面前 你取出这两件宝物 就是找死 秦慕将这两件宝物收起 细细打量 无上神石领域 太须之地的 无上神石领域 他是靠太帝印和太帝祭坛来破解 然而没有了这两件宝物 他才发现自己面对这个领域 竟然束手无策 一定有办法 一定有办法 他走来走去 头顶日升日落 日月交替轮回 一年时间过去了 狼渊神王提醒他道 秦慕心中慌乱 突然扶至心灵 手中多出了一根桃木发簪 狼渊神王看着这枚发簪 露出疑惑之色 秦慕元气迸发 催动桃木发簪 伸手一划 整个无上神石领域 突然频频裂开 天空中移动的月亮 突然停止下来 灵性的星辰挂在东方 外面一切也都恢复正常 狼渊神王呆了呆 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说不出话来 秦慕也是证然 突然打了个冷战 师生道 我想通了 是谁杀了灵天尊 对他来说 灵天尊必须死 第976章 木 秦虫句 狼渊神王依旧震惊于 秦慕用桃木发簪轻轻一划 便破开了困扰了他 不知多少万年的 无上神石领域 几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太震惊震撼了 对于外人来说 秦慕用了一年多时间 破去了无上神石领域 然而对于他来说 秦慕只是用了 短短片刻时间思索 便用一根发簪 破去了这个无敌的领域 谁杀了灵天尊 他茫然道 谁又是灵天尊 秦慕兴奋地 在祭坛上走来走去 哈哈笑道 太帝 是太帝啊 控制天帝肉身袭 杀灵天尊的那个家伙 就是太帝啊 狼渊神王还是茫然 谁是天帝 秦慕兴奋莫名 时而握紧拳头 时而挥舞着桃木发簪 围绕他转了一圈又一圈 灵天尊的物质不易神通 恰恰可以克制太帝的 无上神石领域 不仅仅是克制 甚至是完全破解 无上神石领域 神石凝固时空 造成了时空不动 外界沧海桑田的异象 任何人进入他的领域 几乎都会被凝固 而灵天尊的物质 不易神通否定 存在时间这个概念 所谓时间流逝 不过是物质的改变 造成的假象 他们的神通 一个是意识决定物质 一个是物质决定意识 走了两个极端 太帝看似 参无处控制时间的大道 而灵天尊的神通 则告诉他 他最为强大的绝招 不过是物质 发生改变造成的假象 造成的错觉 他的无上神石领域 就是一个被灵天尊的物质 不易神通 轻易刺破的假象 所以 灵天尊必须死 灵天尊不死 他就不算是无敌 天盟中的很多天尊 都有杀害灵天尊的理由 但都不如他迫切 因此 杀害灵天尊却 又被困在天河中的 那尊天帝的体内 必然是太帝 狼渊神王晃了晃头 有些跟不上他的思维 不过秦牧所说的 一时决定物质 的确是造物主义族的精髓所在 用这一句话 便可以描述造物主义族的神通和文明 而物质决定意识 在他看来 也十分新奇 秦牧仰头看天 目光闪动 笛声道 那么 太帝为何要借天帝的肉身 来刺杀灵天尊呢 这说明 他不用天帝的肉身 便无法对付灵天尊 也说明他 隐藏在天庭中 是天盟的首脑之一 他刺杀灵天尊 又可以将天帝肉身 这个大杀器毁掉 天庭中就没有能威胁到他的人物了 狼渊神王看着这个 还不到两岁的家伙 竟然觉得这小家伙 在分析谜团的时候 有些迷人 阔财神王说 太帝拥有永恒不灭的神识 可以以任意的形态存活下来 那么 我有一个猜测 被困在天和天帝肉身内的太帝 并非是完整的他 可能只是 一部分的他 秦牧思存片刻 道 他还有一部分 以天尊的面目 活跃在天庭中 如此说来 太帝便一分为三 太须知的 有他的肉身 和部分神识 天河中 有他的魂魄或者神识 天庭中 也有他部分魂魄或者神识 现在 让我好奇的是 为何绝无尘会与神王这么像 他站在狼渊神王的面前 仔细端向 他美得令人心颤的容颜 薄唇单红 比如穷玉木如窑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 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近的细看 云初秀虽然经常缠着他 然而他不敢细看 狼渊神王不像云初秀那种风骚性格 因此 秦牧反而胆子大了起来 狼渊神王 是灵天尊见过你 还是云天尊或者太帝见过你 秦牧突然道 他们中肯定有人见过你 因此才能制造出一个完美的绝无尘 诱惑古神天地 这三人 到底是谁见过你 狼渊神王大大方方地 任由他端向注视 秦升道 第四关考验智慧 你通过了 秦牧依旧盯着他 他们三人中肯定有人见过你 所以才能用造化之术 制造出一个 与你一模一样的人而来 造化出一个绝无尘诱惑古神天地 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 很是重要 让我好奇的是 狼渊神王有没有出去过 他补充道 我的意思是 龙汉时代 狼渊神王是否离开过太虚 狼渊神王浅笑道 圣鹰 我是神王 你是圣鹰 不要太好奇了 好奇心太强 会害死人的 秦牧立刻乖巧起来 不再询问 斩了一下大红袍子 乖乖地坐在祭坛上 狼渊神王从祭坛上走下 返回自己的座位 道 圣鹰四官考核已经通过 先请圣鹰下去歇息 各族首脑准备 先灵界大计的事宜 不日后举行大计 送圣鹰前往先灵界 他吩咐下来 修仲等各族组长 纷纷前去准备 秦牧也从祭坛上走了下来 看了看宝座上的书军 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书军脸皮极厚 面不改色 呵呵笑道 恭喜圣鹰 秦牧哼了一声 想到这次的恶劣行径 心里有些不快 狼渊神王道 圣鹰在神石神通上的造诣不高 这些日子 还是潜心学习而经的 造物主的神通 我不希望到了先灵界 我还要为你的人族身份 向先灵们解释半天 倘若 你足够优秀 哪怕你是人族 先灵也会接受你的 圣鹰的身份 倘若你不够好 还需要我来费一番周折 才能让他们接受你 他的气场逼人 虽然与晕出秀长的一样 但是气质却完全不同 秦牧乘士 问道 神王 去先灵界建造物主们的先灵 为的是什么 传承 狼渊神王脉步离开 道 获得造物主一族的传承 我造物主一族的文明 从太古至今 积累下无穷的知识 先灵倘若认可你 便会将这些知识传承给你 让你一瞬间 便成为整个宇宙中 最博学的存在 秦牧心头 砰砰乱跳 一瞬间得到造物主文明的 亿万年文明积累 还有这等好事 虽然造物主文明之前的积累 在他看来 只是一群原始人 粗鄙不堪 但造物主一族 吸收了神藏天宫修炼体系之后 开辟出的文明 那就非常了得了 而且 造物主们创造星辰 创造世界 这等手段 也是令人佩服万分 书军也大势艳羡 行道 倘若老子是圣鹰 狼渊神王离去 神石在秦牧脑中化作声音 我暂时住在秦民族的青语殿内 你若是有什么疑难不解 可以前来问我 秦牧乘世 目送他离去 书军道 这位狼渊神王了不起 换作我 我便无法承认 一个外族人 成为我造物主一族的圣鹰 而他有这个胸怀承认你 这等气魄 是我不能比的 狼渊神王的确气魄惊人 巾帼不让须眉 甚至比须眉更强 秦牧也是对这女子赞叹不已 突然瞥她一眼 冷哼一声 书军甘笑两声 道 我不传你我的神通 也是有原因的 你没有恢复 我的脑子 我还要留下一些手段 来换取你的神石气血 否则全都交给你 你小子肯定练死我 秦牧心中的恼怒消散 两人间的芥蒂不翼而飞 笑道 的确不怪神王 他是这个性格 他与书军之间 本来便是相互利用 相互使绊子的关系 书军因为是造物主中的神王 不认可他这个圣鹰 给他十点绊子 在情理之中 这点胸怀 秦牧还是有的 子黎 朱秋 燕龙 夏台等各族的造物主 远远不断地赶到 修民族的领地 这些造物主在各族的 族长的指挥下 观想造物 搭建巨型的祭坛 准备祭祀仪式 而秦牧和书军 则与幼年的造物主们一起 这些幼年造物主 虽然年纪小 但是却知识过人 因为他们一出生 便得到神识灌输 拥有成年造物主的知识抵御 他们懂得虽多 但神识不强 对于各种神识神通 还需要不断地施展和魔力 才能掌握 秦牧与这些幼年造物主 接触的目的 便是为了从基础上 掌握造物主一族的神识神通 他尽管在四场考核中 战胜了许多成年造物主 甚至神识神通 也一举战胜九大造物主 然而在基础上还很薄弱 书军的大脑袋 则漂浮在空中 一步一驱地跟着他 同样认真学习基础的神通 书军尽管有时候 显得有些顽固 自负过头 然而 他的胸襟气魄和智慧 都是极高 秦牧修改他的三元上识时 他便意识到 太古时代的功法已经过时 必须与时俱进 否则造物主一族 还是会被时代所淘汰 秦牧觉得太帝的大罗无上神识 被修改成神藏天宫修炼体系 对自己无用时 他却敏锐地觉察到 造物主一族的功法 也必须要这样修改 甚至自己的功法 也再向这方面修改 他在看到 彼岸世界的造物主改革变法 抛弃太古时代的传统 并没有对彼岸的造物主 改变修炼体系而大怒 他生气的原因是觉得 彼岸的造物主们 抛弃了简约的传统 走向了华尔布什 认为华丽的艺术 对造物主没有多大用处 他具备一个领袖所具备的特质 你们为何要观想这么复杂的东西 书军看到一个身高两丈六七的 幼年造物主 正对着一片石壁上的符纹文理观想 那些符纹 正是神藏天宫修炼体系中的火焰文 忍不住问道 直接观想火焰 神识越强 火焰的威力越强 岂不是更加简单 那幼年造物主摇头道 观想这种复杂的纹理 可以提升神识的强度 韧度 灵敏度 反应速度 让神识变化更加细微 书军想要皱眉 只是没有眉毛 秦目提供给他一些气血和神识 书军这才长出两撇黑醋的眉毛 皱眉道 那么 你们在战斗的时候 神识神通是否越简越越好 那幼年造物主再度摇头 用符纹来构建火焰形态 威力的确要比直接观想出的 火焰威力更强 因此 我们都是尽量构建得细致一些 书军眼睛从眼眶里蹦出来 怒道 那么你们神识反应速度会变慢 神识神通 最关键的就是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对方 以无比迅猛的变化 来克制对方 让对方来不及反应 变死的帮应 你们这样 是在抛弃我们族人的传统 秦目好心地又提供给他一些气血和神识 让他长出眼帘 免得眼珠子又跳出来 那少年造物主不解 笑道 我们在不断地观想时 符文已经烙印在神识中 而且 符文是基础 数量不多 火焰符文只有二百多种 我们平日里不断观想 将这二百多种火焰文 烙印在神识中即可 不同的符文组合 便可以化作不同神通 战斗中不同的符文组合 便可以施展出不同的神通 速度并不比从前慢 书军神情呆滞 过了两久 他叹了口气 狼渊做神王 我心服口服 臭小子 你什么时候帮我恢复一下大脑 没有脑子 实在不行 秦木正要说话 书军叹道 我不跟着你了 原始也是你的 我不抢你的 我打算留在这里 认真学习一段时间 重头修炼 太古时代 我能成为神王 万民敬仰 现在我也一定能够办到 重新成为神王 秦木松了口气 笑道 神王有此雄心 我自然要成全 突然 他神情微动 目光落在远处一个幼儿造物主身上 那个造物主 应该只有一两岁年纪 穿着一个红肚兜 书军 你得我片刻 秦木脑中轰鸣 急忙向那个杜兜造物主走去 那个杜兜造物主见他走来 慌忙转身 露出光溜溜的屁股 向远处走去 秦木快步跟上他 两人走到僻静处 秦木冷笑道 我认出你了 开黄 一代天尊 竟然穿成这样 好不知羞耻 第977章 杜兜天尊 那个杜兜造物主停步 转过身来 笑道 堂堂的穆天尊 又何尝不是穿着小儿的衣裳 你里面穿的不是红肚刀 他正是当年龙汉初年 秦木遇到的那个秦开 也即是后世的开黄秦业 开辟了开黄时代的一代大帝 天蒙的秦天尊 当年的秦天尊 还是一个年轻人 人高马大 英俊爽朗 有一种天地一改 我自亘古不动的气质 而现在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人 但是那种独特的气质 却依旧未变 刚才秦木看到杜兜造物主 一眼便认出他来 正是因为他的气质 并非是他的容貌 当然 中年人穿着一个红杜兜 而且虽然刮干净胡须 但依旧是有些青色的胡茶子 这也是吸引秦木的目光的原因 其他造物主的体魄都很巨大 很难注意到矮小的婴孩的相貌 对秦木来说 却很容易观察到不对劲的地方 秦木胸膛里一阵火热 忍不住想要走上前去 只是开黄穿得实在暴露 他不敢上前拥抱 我这身衣上 虽是小儿的袍子 但好歹能够遮住屁股 秦木哈哈笑道 我里面穿的才是肚兜 开黄 你的肚兜却连屁股也遮不住 两人走近 开黄扯下身上的肚兜 只见他里面却不是什么衣服都没穿 之所以刚才看起来像是露着屁股 实际上是他的衣裳颜色与肤色一样 只见他身上的衣裳开始改变颜色 像是变色龙一样不断转变色彩 很快便换化为紫蓝色的衣袍 天羽族的衣裳 秦木惊讶道 开黄道 你也知道天羽族 我做了开黄之后 他们为我做了几套衣裳 秦木独头下面也是天羽族做的衣裳 是宇赵卿亲自剪裁 很是得体 目前天羽界被天庭麾下的一个魔族占领 天羽族则投靠了颜康 宇赵卿一直想要夺回天羽世界 然而颜康的实力不足 很难将天羽世界抢回来 秦木来到开黄身边 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长久以来 他梦想着能够遇到这位老祖宗 有着万千疑问 想要请他解答 有着千言万语 想要对他诉说 秦木对这位老祖宗 有着复杂的情感 从得知自己是开黄后人时 对他的钦佩敬仰 倒知道他舍弃众生 夺入无忧相识 对他的痛心和不懈 再到龙汉初年相遇时 怒气不争 又要在其面前 努力表现期望获得认同 再到后来 颜康节爆发时 开黄下令 让四大天师四大天王 收拢势力退缩 秦木对他又有着深深的失望 到了天庭 秦木又开始理解开黄的决定 现在 他重见开黄 各种情感一下子涌上心头 以至于各种言语到了嘴边 却统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无论责问还是钦佩 无论敬仰还是失望 无论痛心不懈 还是理解同情 统统不重要了 秦木目光温润 面色坦然 笑问道 一别百万年 你还好吗 开黄的目光不由垂下几寸 似乎被他感动 随即又抬起来 只是他的眼眸 还好 有时候过得很苦 有时候又很快活 有时候做出决断的时候 又很痛苦 但有时候听到外界传来的消息 又很欣慰 秦木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过得很苦的时候 是开黄时代的初期 很快活的时候 是他们一直在成长 开疆拓土 让云云众生的生活越来越好 做出痛苦的决断 是决定迁徙到无忧乡 他们抛下了自己要守护的众生 听到外界传来的消息 又很欣慰 则是秦木的消息 也传到他的耳中 让他倍感欣慰 秦木知道 其实开黄一直操控着 大虚中隐藏下来的开黄神人 他虽然在无忧乡中 但对外界的事情也很关注 开黄声音像是经过胸腔的共鸣共振 显得很是浑厚低沉 充满了力量 我一直没有猜出来 那个羽牛三多 一起闯入龙汉初年的慕天尊 便是我的后人 他不由失笑 当年我还口口声声称你为慕兄 我还记得你当时张红了脸 结结巴巴地斥责我 说不许叫你慕兄 秦木也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以为我太高傲自大 却没想到你这么叫的话 乱了辈分 开黄沉默了片刻 道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回无忧香的 我进入这里 瞒得住任何人 瞒不过狼猿神王 他很快便会察觉 你随我一起走 否则便来不及了 秦木目光复杂地看着他 过了片刻摇了摇头 开黄皱眉 耐着性子道 你父母对你很是担心 求我出手来搭救你 你随我回去 他们才会安心 秦木再度摇了摇头 开黄挑了挑眉梦 你还与从前一样顽固 一样跳脱 一样的不可一事 一样的做事不计后果 你并没有变得更成熟 你也没变 秦木沈笑道 你与从前一样 谨小慎微 瞻前顾后 想要有十足的把握在动手 以至于错过一个个机会 然而你却不知道 敌人从来不会给你 百分百必胜的机会 两人目光交汇 碰在一起 同时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觉得对方 还是像百万年前那样 令人讨厌 他们错开目光 看向对方的身后 这种厌恶感 不是敌人与敌人之间的厌恶感 而是亲友之间的微妙情感 秦木与开黄是亲人 血脉相连 然而两人都是智慧极高 而且道心永固 任由对方说的天花乱坠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他们都意识到 对方是这种人 因此忍不住厌恶对方 认为对方名玩不灵 恨不得把对方痛揍一顿 将对方从顽固中打醒 这也是他们 在龙汉初年的 摇池盛会上一言 不合便忍不住动手的原因 当年摇池上 你我交手未分胜败 开黄叹了口气 道 你这么倔强 让我忍不住想揍你一顿 百万年过去了 我长进了很多 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你现在才三十五六岁吧 而我却已经快四万岁了 我比以前成长了太多太多 秦木伸出手掌 五指插开 屁腻抬眼 同境界的话 我能打你这个数 开黄握紧拳头 盯着他的五根指头 过了片刻 他松开拳头 笑道 不与你计较 你是我第一百零七十孙 我不会被你激怒 你留在这里很是危险 狼渊神王虽是女子 但非常厉害 倘若发觉了你的真实身份 他一定会用你来威胁我 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倘若真有那么一天 我不会被他威胁 我会看着他杀死你 秦木伸出来另一只手 两只手都是五指插开 道 或许打你这个数也可以 开黄额头青筋站起 拳头再度握紧 秦木收回双手 不再试图激怒他 笑道 我现在是造物主义族的圣鹰 不必担心我的安危 你回去吧 开黄转身便走 怒道 真想按在地上 狠抽一顿 秦木哈哈大笑 天庭的十天尊 我已经打过不少了 不差你一个 开黄腾空而起 跳入星空 清语殿内 狼渊神王突然神情微动 身形猛然消失 下一刻他便出现在 茫茫的彼岸星空之中 静静地看着前方 前方 一个中年帝皇站在星空中 胸膛剧烈起伏 转身向他看来 秦夜 狼渊神王冷冷道 背信弃之徒 你偷偷来到这里 被我发现 为何不跑 神王 我心情不好 前来求战 还望神王成全 秦坚 你当我叛逆 秦木来到 书军的大脑袋旁边 眉心竖眼张开 一道光芒射出 照住书军 将他拉入第三只眼中的 太出原石内 道 我动用神识气血 助你恢复大脑 拥有了大脑之后 肉身你可以自己恢复吗 有些困难 但也不是不可以半倒 我只需要封闭头颅的血管 形成自循环系统 保证自己能够存活 慢慢修炼 也就可以积累神识 然后再虚图观想肉身 书军的神识化作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问道 刚才那个长着胡茶子的 婴儿造物主是谁 我看你追过去了 秦木不达 催动霸体三丹弓 搬运神识和气血 供应给他 书军也不再询问 连忙汲取神识气血 通过原石中的祭坛 源源不断转变 构建自己的大脑 就在此时 天外传来剧烈的震荡 秦木抬头看去 只见天外的虚空 变得异常灼热明亮 两股恐怖的激动传来 像是两位大地争锋 以绝世的力量厮杀 难道是开黄和狼猿神王 秦木心中微动 以开黄的本事 如果想走的话 狼猿神王根本追不上 他为何没有直接离开 反而要与狼猿神王动手 难道他真的生气了 秦木摇头 倘若换一个地方 他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 不过 让他发发脾气也好 这片大路中的造物主被惊动 修重 残女等诸多造物主组长 率领着长老们腾空而起 飞上天空 准备前去与狼猿神王会合 合力除掉 情间 天外热闹非凡 秦木也跃跃欲试 很想跑到天外去观战 只是他现在把气血神识 提供给舒军 有些力不从心 开黄一剑33重天 号称是有史以来剑到第一 我则是有史以来剑法第一 真想与他较量一场 他心中莫名地兴奋 天外的战斗持续了两三个时辰 便见天空中一道道光芒 从天而降 纷纷落地 其中一道光芒 在半空中萦绕一番 接着落入了轻语殿内 不知道战况如何 秦木正要前往轻语殿问 到他师生道 圣鹰病了吗 为何变得这么瘦 秦木正要解释 残女慌忙记起子离族圣物七魂草 道 我族圣物七魂草有救死扶伤之能 只需咬一口根筋 便能复原 七魂草 快点给圣鹰疗伤 那株七魂草很是不开心 慢吞吞地伸出一条根须 死活不愿意主动割舍根筋 秦木连忙道 我是主动提供气血神识 给舒军神王 祝他恢复肉身 不是有病 而且我这里也有鸿蒙原液 可以快速地补充气血 无需劳烦圣物了 七魂草刷的一生收回自己的根须 团成一团 头顶几片嫩叶微微晃动 残女疑惑道 鸿蒙原液 是什么东西 秦木取出玉瓶 解开封印 残女嗅了嗅气味 笑道 原来这种水叫做鸿蒙原液 还是圣鹰见多识广 秦木呆了呆 试探道 组长见过这种原液 我们用来浇灌圣物的 就是这种水 从前还有很多 只是现在不多了 都被神王收了起来 第978章 每人喜间 秦木心头砰砰乱跳 据帝姆原君说 鸿蒙原液 是他扎根滋润根须的 一团奇特的水 这种水像是光叶 很是灵动 充满了能量 帝姆这尊古神 能够开启灵智 成为古神 靠的便是鸿蒙原液 没想到彼岸的造物主这里 居然也有这种鸿蒙原液 残女道 鸿蒙原液原本是祖亭的 一个池子里的水 很好看 后来各族都来取 用来浇灌各族的圣物 慢慢地就越来越少 我听闻当年举足搬迁的时候 便把池子里的原液统统取走 然后便坐吃山空 以至于现在剩下的原液 也是不多了 你是圣鹰 如果想要的话 便去找神王 剩下的原液都在他那里 他东张西望 巧声道 你倘若讨来一些原液 赠给我一些 我家的七魂草病了 一直奄奄不振 秦牧连连点头 残女很是开心 骑着一头大白残飞去 继续准备大计事宜 忘记问他 战况如何了 秦牧向清语殿走去 心道 询问狼渊神王他 应该也会告诉我 话说回来 造物主种族极为古老 天才地宝肯定极多 富得流油 鸿蒙原液 太出神石太出原石 这些后世很难寻到的宝物 他们都有 想来 还有其他极为贵重的宝物 我既然是圣鹰 那么这些宝贝 清语殿其实是一座 长着翅膀的大殿 这座大殿的两旁 生出一对肉翅 青色的羽毛 可以振翅飞行在天空中 此等奇特的建筑 在外界几乎是不可能看到的 而在造物主的彼岸世界 类似的建筑还有不少 比如造物主会观想出 长出腿脚的建筑 方便迁徙 观想出长着牛身树冠的植物 靠长出更多的叶子 汲取太阳能量来长肉 秦牧来到清语殿前 仔细打量这两张大翅膀 只见翅膀与宫殿相连接的地方 是血肉合金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令他嘖嘖称奇 神王请圣鹰入殿 门前的凤凰抖了斗羽毛 向秦牧倒 秦牧称谢 跟随那凤凰走入殿中 清语殿极为高大广阔 行走在里面 显得自己极为渺小 忍不住生出敬畏 秦牧倒是对造物主们 宏大的建筑 司空见惯 快步跟上那头彩凤 只是让他意外的是 狼渊神王并非是在前殿召见他 彩凤引领着他向后殿走去 这大殿实在太大 秦牧跟在彩凤后面走了一会儿 还没有来到后殿 姐姐 你为什么没有化形 变化成人 秦牧问道 那彩凤侧头 羽毛绚丽 好奇道 变化成人 是变化成造物主的模样吗 秦牧想了想 点了点头 造物主与人族的模样 其实并无不同 只是长得高大一些 眉心多了一枚菱形树眼而已 彩凤摇头道 我是被观想出来的 不能修炼 无法做到你所谓的化形 我被观想出来时 便被自身的力量束缚住了 秦牧脑中轰鸣 晃了晃头 姐姐 你再说一遍 拿彩凤又说了一遍 哦 被自身的力量束缚 很难做出改变 我便无法开辟神藏 也无法用神识来修炼 不过 我倒可以不断提升 我体内的涅槃圣火的威力 秦牧浑浑噩噩噩 男男道 你这种形态 与古神真相 真相啊 神王就在前面 彩凤引领着他来到后殿 秦牧看到狼渊神王 正在水池边 聊起水清洗身上的伤口 他肩头的衣带解开 使肩膀受伤了 露出长长的血痕 应该是开黄伤到了他 他的长发如铺 水潭中波光灵灵 这一幕让秦牧平住了呼吸 随即 秦牧的呼吸急促起来 那一池水 竟然统统是鸿蒙原液 好大一池 池塘是相对于造物主而言的 相对于秦牧来说 这就是一片湖泊 整个湖泊中都是鸿蒙原液 他恨不得冲过去 直接跳进池子里 圣鹰还不到三岁 见到女子的肩头心跳 便这么剧烈吗 狼渊神王瞥见他来了 提起一山掩住肩头 侧头笑问道 秦牧艰难地 从那池子上收回目光 又鬼使神差地 撇了撇池子 狼渊神王这才发觉 让这小子心头 砰砰乱跳的不是自己 而是那一池水 不由面色古怪 挥了挥手 让彩凤下去 道 圣鹰请随我来 秦牧跟在他的身后 不住地回头张望 那一池鸿蒙原液 剥光炼焰 泛着迷人的光泽 竟然是那么地诱人 狼渊神王几步之间 身体便慢慢地小了下来 很快与他差不多高 长发披肩 很是污量 像是刚刚洗过 还未完全干掉 这头秀发 也是用鸿蒙原液洗出的吗 秦牧羡慕万分 鸿蒙原液真好 我也想有这么大一池子原液 狼渊神王的长裙 眼珠双足 他在前方走路的时候 秦牧在他身后 隐约可以看到他的两只脚 脚上没有穿鞋 这女子赤足前行 双脚若隐若现 脚丫很是秀气好看 这双脚 也是用鸿蒙原液泡出来的吧 真好看 秦牧回头张望 那一池鸿蒙原液 心道 狼渊神王停下脚步 秦牧差点撞到他身上 连忙停步 狼渊神王似笑非笑道 圣鹰似乎对那一池水的兴趣 更浓一些 你这种男子很是少见 以往我还不是神王的时候 族中的造物主看 我的眼神都有些不对 各种求爱的花样 层出不穷 直到我成为了神王 他们这才收起了小心思 你却对那池水更有兴趣 秦牧试探道 我若是对神王有兴趣的话 神王会怎么做 自然是把你切了 狼渊神王抬手向下一切 轻声解释道 断了你的是非根 你才三岁 便胡思乱想 还怎么做圣鹰 切了你 你便会将自己所有精力 用在参悟和修行上 才能领导我族复兴 向太帝复仇 秦牧吓了一跳 正色道 神王 这就是我更喜欢 那池水的原因 我才三岁 即便神王如此美丽懂人 我也没有任何一样心思 狼渊神王露出一丝笑容 继续向前走去 轻声道 你不用害怕 只要你为我足着想 我并不会把你怎样 毕竟 你的确是预言中的那个声音 秦牧快步跟上他 关切道 神王受伤了 伤势严不严重 是何人伤到了神王 我也精通医术 神王若是不嫌弃 可以解下衣裳 我来帮你治疗伤势 彼岸世界中 能够伤到我的 只有开黄秦夜 狼渊神王道 他虽然伤到了我 但他也不好过 这次回去后 他也须得躺在床上 数日才能恢复 至于我的伤 你治不好 只有这池水才能医治 他有些黯然 不过这池水 早晚有用完的时候 那时候 我若是在受伤 便无药可治了 秦牧迟疑一下 不知道是否应该 开口讨要一些鸿蒙园叶 你若是喜欢 待会自己去取一些 狼渊神王 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这池水本来 便不是我的 是所有族人的 是我据为己有而已 你是圣鹰 池水你也可以用 秦牧称谢 狼渊神王道 你来寻我 其实并非 是为了询问我的伤势如何 也并非是来求救 让我传授你神识神通 你的目的 其实只是为了旁敲侧击 询问开黄秦夜的伤势而已 秦牧心中凛然 狼渊神王 风花浮柳前行 道 你与秦夜有着血缘关系 我能够感觉到 你的体内的血液 与他的神血有关 你之所以来到彼岸世界 并非是为了寻找 我们这些隐居在此的造物主 你是来寻找他的 他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看着秦牧 道 你稀里糊涂地成为了 造物主的声音 你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你选择留下来 没有跟随秦夜离去 他面色平静 秦牧仔细打量他的面孔 实在看不出这娇好的面容下 隐藏着什么心思 不错 开皇室来找我的 被我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离开 与你打了一架 秦牧坦然道 实不相瞒 我在外界有着很大的身份 这次进入太虚 的确是来寻找无忧香 不成想机缘巧合 反倒进入无忧香的敌人这里 更是没有想到 我会成为圣鹰 但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狼渊神王这么美丽 又这么聪慧 神王打算怎么处置我 狼渊神王又一次转过身去 继续前行 道 你是圣鹰 我怎么会处置你 只要你危害到我族的时候 我才会除掉你 再造一个圣鹰 秦牧打个冷战 就在此时 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在召唤自己 忍不住加快脚步 狼渊神王笑道 你感觉到了 秦牧忍住追随诱惑前行的想法 疑惑道 前面的是什么 太出元石 也及时先灵界 狼渊神王继续向前走去 笑道 前面便是先灵界的入口 秦牧跟着他 那种召唤越来越强烈 打造彼岸世界的造物主 带来了一些太出元石的碎片 这些元石碎片 原本是镶嵌在太地的额头上的 后来被打碎了 他们收集到一部分碎片 前方有光芒传来 狼渊神王迎着光芒走去 道 他们在开辟出遍世界后 力量耗尽 甚至连魂魄也无法保住 自知命不久已 于是他们便与太出元石的碎片结合 化作了仙灵界 秦牧看到 出现前方一道时空的裂痕 光芒是从裂痕中传来 裂痕的形状是菱形的 像是造物主眉心的树眼 而且 这眉树眼在慢慢变大 仙灵界隐藏在彼岸世界最深处 我们造物主倘若死了 神识便被仙灵界牵引 进入其中 狼渊神王道 我造物主一族 经历了数次灭绝事件 艰难求生 仙灵界是保护我们的传承的最后手段 不过 这次的大忌 是让你真身进入仙灵界 因此 需得把仙灵界召唤出来 他认认真真的看着秦牧 道 还有两天时间 你便可以迈入仙灵界了 这两天时间 你需得准备好说辞 打动仙灵们 否则 你会死在那里 这才是你成为圣鹰的最后一个考验 第979章 双蛇颂 花儿香 通过了仙灵们的考验 你便拥有了最渊博的知识 拥有了领导造物主 种族的权利 狼渊神王继续道 秦牧刚才还有些坠坠不安 听到这句话 便立刻精神百倍 在这两天时间 你便留在这里 我指点你的观想的战斗法 狼渊神王道 两天时间虽然短暂 但是我相信 以圣鹰的智慧 足以基本掌握观想战斗法 最好能够做到 观想与你自身的元气结合 秦牧兽骨灵巡 担心自己的气血和神石跟不上 急忙取出鸿蒙原液 把一滴原液弹入灵胎神藏 补充元气和神石 狼渊神王健壮 不禁醋眉 道 你在帮助输军神王恢复肉身 秦牧点头 书军神王已经老了 过时了 而且刚愎自用 没有必要救他 狼渊神王道 你若是不忍心下手 我帮你除掉他 练死他 还是很容易的 元时中 书军暴跳如雷 怒骂狼渊神王心狠手辣 不念及同族之情 秦牧摇头道 我答应了书军 要帮他恢复头脑 便一定会做到 神王 我若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你还会这么放心我吗 狼渊神王想了想 摇了摇头 秦牧气色稍稍恢复一些 神识也保留两三分 保证自己可以催动神识神通 狼渊神王运转神识 慢慢观想 只见一个符文 慢慢出现在他的面前 从虚到实 慢慢清晰 秦牧跟随着他一点一点的学习 也尝试着用神识观想符文 狼渊神王教得很是仔细 而秦牧却也学得极快 狼渊神王教给他的 都是基础的符文 对于这一点 秦牧本身便是大行家 因此很轻易便能上手 甚至 他还能指证狼渊神王的不足 补全他的符文 造物主义族 往往用神识灌输给后背自己的知识 然而这种方法有个弊端 就是难以发现前人的错误 狼渊神王摒弃了这一点 而是采用最笨拙的方式 手把手地教导秦牧 并没有采用直接灌输知识 他也是想让秦牧指证他的不足 对于基础符文 造物主虽然有所研究 但他们毕竟身处彼岸世界 长达几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 而身处太虚中的时间更长 与外界交流棘手 只能偷学无忧香的符文 因此 符文上的造诣 还不如秦牧 不过他们 在神识神通上的造诣 便远非秦牧所能企及了 狼渊神王虽说是在教他 实则是两人相互学习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间 一天时间过去 秦牧已经能够熟练地观想各种基础符文 心念一动 神识便会将符文构造出来 而且他还发现 神识与元气结合所化的符文 威力更加惊人 比单一的元气 或者神识所化的符文 威力要大了数倍 清语殿中 狼渊神王身姿飘逸 观想出青蛇蛇 他站在蛇头上 大蛇扑鸡 与秦牧搏杀 而秦牧也站在一条 自己观想出的白蛇头上 观想出各种神通抵挡他的攻击 将自己从前所学所悟的 道法神通与观想融合 强化神通威力 两人各种观想神通施展开来 挥手便是天花乱坠 一划便是星空迸发 神识一动 天火降临 火焰焚事 神识再动 天降流星 地动山摇 他们观想出一座座门户 一座门户中便是一个世界 清白两条大蛇 载着他们在门户中穿梭 游走在一个个观想出的世界之间 由高山 跨汪洋 穿行于冰川大泽之间 神出鬼没 最终 清白两条大蛇脚尾缠绕 身躯盘旋 让他们的身形越来越高 越来越近 各种观想神通 在他们四周飞舞 化作各种异象 不断碰撞 湮灭 秦牧的观想神通千变万化 将观想与古神的大道融为一体 与后天大道融为一体 手段之多 让狼渊神王也看得眼花缭乱 纠缠的清白二蛇 让他们的身形越来越近 神通碰撞也愈发激烈 终于 他们近在咫尺 两条盘绕的大蛇 让他们像是两颗相互旋转的星辰 他们交手更加剧烈 神通层出不穷 突然 秦牧手中一朵花孤朵 被观想出来 那朵花徐徐绽放 叉子烟红 煞是迷人 花瓣繁多 刺地向外站开 花蕊抽出 香气扑鼻 狼渊神王看出破绽 抬手一直点在秦牧眉心 神识侵入他的体内 却在此时 那朵娇艳的鲜花 送到他的面前 秦牧笑道 送你的 狼渊神王正了正 收回手指 撤出自己的神识 淡然道 这是鄙视 我要考向你这两日的修行 你却分心了 令我失望 他从秦牧手中 接过那朵娇艳的鲜花 转过身去 放在唇边嗅了嗅 香甜味 沁人肺腑 狼渊神王露出一丝笑容 光着脚丫 从青舌头上走下 声音传来 以后不可这样 还不跟过来 大忌的时间要到了 秦牧连忙从白舌头上跃下 跟上他的脚步 他们身后 青白二舌 依旧相互纠缠绵 忽而分开 交紧游入青语殿的森林中 秦牧来到那一吃鸿蒙原液前 取来几个玉瓶 打算装一些原液 狼渊神王健壮 摇头道 你的瓶子太小了 能装多少 我察觉到 你身上有藏山式的 胡天瓶的气息 你用胡天瓶装一些便是 秦牧取出藏山式组长 赠给自己的胡天瓶 这瓶子里面 是一个完整的珠天 内部空间辽阔无际 别说装下一池水 就算是装下一片星空 也不在话下 狼渊神王挥手 池水少了十分之一 那十分之一的鸿蒙原液 则飞入胡天瓶中 这么多啊 秦牧心头砰砰乱跳 他本来只打算 装几瓶鸿蒙原液变好 没想到狼渊神王 竟然将十分之一的池水 赠给了他 你先出店 狼渊神王瞥他一眼 道 我稍后便来主持大计 秦牧乘势 向店外走去 狼渊神王目送他走远 这才款款来到池边 将手中的花抛起 看着这朵花飘入池中 在池子里生根发芽 这才露出温馨的笑容 观想出的花很容易凋零 但种在这里面 不断得到滋润 便会一直开放 秦牧来到清宇殿外 只见造物主各族 已经准备好一座座祭坛 祭坛四周围绕着 数以百计的造物主 这些造物主眉心光芒大放 集合所有人的祭祀之力 在祭坛中心的凹处 凝聚成波光一样的光叶 一道道笔之的光芒 从祭坛中心冲天而起 直插天穷 祭坛的数量极多 多达三五千座 三五千道光芒冲入虚空中 让虚空不断动荡 天空甚至浮现出飞红色 这场面 恐怕他们只留下一些造物主 用来提防无忧乡的反攻 其他所有人都聚集在此 举行这场大计 秦牧没有料到 打开仙灵界 居然会是这样恢红的场面 他回头看去 但见清宇殿的后方 一只巨大的菱形树叶 正在冉冉升起 那里是仙灵界 被这场大计从虚空中唤出 越来越大 越升越高 这个世界是由太初原石 与死在这里的造物主的神石结合 所化的世界 往日里藏寄在虚空中 无处可寻 只有造物主死亡 他们的神石 才会感应到仙灵界的召唤 将他们换到仙灵界 成为那里涌动的神石 永远地保留在那里 默默守护着彼岸世界 秦牧定了定神 四处搜寻子力族长残女 终于寻到那个女造物主 他也在率领子力族人祭祀 将仙灵界从虚空中拉出来 秦牧心中一喜 立刻飞身赶过去 漂浮在这尊伟岸的女造物主面前 笑道 祖长 我得到鸿蒙园叶了 残女神石波动 显得很是吃力 祈祷 你怎么来了 这次大祭快要成功了 你快点回去 准备进入仙灵界 秦牧笑道 我答应过 要替你讨一些鸿蒙园叶 你们族的圣物七魂草何在 残女慌忙道 我现在不得分心 圣鹰 召唤仙灵界是大事 你快点回去 神王见了 又要喝则我 秦牧还带在说 突然一股神石涌来 将它卷起 下一刻 秦牧便又回到清语殿前 身边正是狼渊神王 狼渊神王此刻 已经恢复造物主的真身 极为伟岸 正在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仙灵界已经升得很高 天空中的菱形眼睛越来越大 渐渐能够看到里面的景象 仙灵界里 像是有无数个大脑形成的光波 在不断流动 极为奇异 终于 只听轰隆一声震荡从天上传来 仙灵界停顿下来 那只灵形巨眼也自不再扩张 好了 狼渊神王向秦牧看来 道 现在可以进入仙灵界了 不过 书军不能进去 他不是圣鹰 没有这个资格 书军神王 还不出来 秦牧眉心竖眼张开 书军的大脑袋 长着乱糟糟的头发 愤愤地从秦牧的眉心飞出 怒道 不是造物主的 能进入仙灵界 身为造物主的神王 却不能进去 这是什么道理 秦牧安慰道 神王放心 我若是得到造物主一族的传承 也会传授给你 狼渊神王摇头道 他没有这个资格 史前的神王 早已不是神王了 更何况造物主一族战败 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们走 他将秦牧托在手中 越飞越高 飞向仙灵界 天空中 那只巨大的菱形眼睛 突然咕噜滚动一下 像是在注视着他们 接着一道光芒照来 秦牧与狼渊神王 顿时从彼岸世界中消失 第980章 仙灵 天空中 菱形巨眼缓缓闭闭合 只留下横贯南北的一条缝隙 像是睡着了的美人的眼帘 时不时微微动弹一下 而从仙灵界溢出的光芒 像极了美人的睫毛 只是并非是黑色的睫毛 而是泛着各种色彩 倘若秦牧在这里 一定极为惊讶 可惜 他现在并不在这里 而是已经进入了仙灵界 秦牧很难说出现在的感觉 他站在狼渊神王的手掌心里 漂浮在茫茫无际的思维光芒之中 那些不断闪烁的思维意识 像是大脑的光波讯号 他们穿行在其中 却从那些形似大脑的思维 听到了像是一只只大鲲 在海中畅游时 发出的长鸣般的宏大声音 不明意义 又看到了壮阔的山河 从自己眼前飞速向后退去 他又看到了星空 巨人的足迹 出现在星河之中 遨游在宇宙之内 他看到大大小小的世界的诞生 那些世界在他面前 如此壮阔迷人 旋转着将它吞没 他又看到一个个世界的毁灭 也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这些是造物主仙灵们的记忆 他和狼渊神王 正在从这些造物主们的 思维意识中穿过 看到了他们记忆中的某些画面 他听到了许多宏大的声音 有的在他脑海中窃窃私语 有的则像是在战场中战斗 耳听的战鼓隆隆 厮杀声震天 又听到许多奇妙的念诵 像是无数人聚在一起 肃穆庄严地祭祀着什么 声音中 还有着对自然的感悟 记忆不仅仅是画面 同样也是声音 过了片刻 秦牧被狼渊神王 带到仙灵界的中心 秦牧在这里看到了 献祭了自己 与太初原石戎河 造就了仙灵界的那些古老存在 那是一尊尊高大的身影 朦朦胧胧胧 站在红色光芒中 像是一尊尊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们有27位 这27位造物主 是率领着最后的造物主一族 碧露蓝旅 跨过万千凶险 打造彼岸世界的领袖们 每个种族都有着许多为了族人 而贡献智慧 奉献生命的英雄们 造物主也不例外 在造物主最为危难的关头 有一批可歌可泣的造物主出现 主动扛起重弹 舍身与太帝一战 将太帝困死在无上神石领域中 在那之后 同样有一批造物主中的英雄出现 率领着残存的族人们 躲避追杀 穿越大漠 来到太虚之地的尽头 是他们在那里打造了虚空桥 打造了奇妙的三个房间 率领仅存的族人 开辟了彼岸 也是他们在力量耗尽 自知必死时 将自己与太出原石融合 化作仙灵界 哪怕是死后 也要守护着自己的族人 他们或者天资横溢 或者智慧过人 或者拥有无边的战力 因此才能设计出 如此精妙的虚空桥 和三个房间 甚至连虚天尊 火天尊都会被困住 值得敬重的人 秦牧肃然起敬 狼渊神王将他放下 神石波动 将这些古老的造物主唤醒 告诉他们关于圣鹰的事情 二十七位造物主醒来 晦涩的神石 在他们之间交织碰撞 他们在交流彼此的看法 秦牧站在虚空中 心中有些坠坠不安 他现在甚至怀疑 倘若这些古老的思维 神石要杀自己的话 狼渊神王能否抵挡得住 狼渊神王的话 这二十七位造物主领袖 会听吗 一个宏大的思维轻轻波动 化作声音在仙灵界中震荡 秦牧感觉到 这一瞬间 似乎有无数个目光 落在自己的身上 将自己的一切看得通透 让自己毫无秘密可言 一个异族的人 成为我造物主异族的圣鹰 这件事未免荒诞 然而预言并非空穴来风 祖听中祖辈们的神石 并没有说 圣鹰一定是造物主 那个宏大的思维不仅不慢道 神王与族人们 既然将你送来 你一定有奇特之处 可以折服他们 另一个宏大的思维道 不过 圣鹰是承载着我族的智慧之人 不仅要面对着我们的敌人 也要率领我族走向复兴 我们有一些问题 想要让你解答 看看你是否拥有这样的智慧 秦牧乘士 一个厚重的思维道 一个叫秦夜的男子 来到彼岸世界 他与我族的恩人云天尊有救 前来求一剑之地 结果被他一剑 割去彼岸世界近半的领地 建立了无忧香 造物主与无忧香的仇恨恩怨 持续了近两万年 你如何除掉秦夜和无忧香 让彼岸世界恢复太平 秦牧道 我可以让彼岸世界恢复太平 但却不会除掉无忧香 愿闻其详 秦牧道 我是开皇秦夜一百零七世孙 成为圣婴之后 可以主掌造物主义族 与无忧香的和平 一个个伟岸的身影震动 让仙灵界剧烈晃斗 恐怖的思维风暴 在这个仙灵界中爆发 神是席卷 动荡不休 狼渊神王轻轻簇眉 心中有些埋怨 秦牧不该这么快 便将自己的身份揭破 倘若能够慢慢让仙灵们动心 然后再揭破秦牧的身份 那时候 仙灵们即便想动手 也会迟疑 秦牧现在 便揭破 自己与开皇秦夜的关系 未免有些草率 你是外族 又是秦夜的后人 怕不是奸险 又有一个浩大的思维震动 道 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倘若不能令我们满意 还是不要 这个圣婴了罢 秦牧道 敢问诸位仙灵 何谓造物主 何谓造物主义族 那些伟岸的身影 各自一正 秦牧道 我而今拥有太出原始 神识广大 可以造物 我是造物主吗 一个县灵的神识波动 道 你可以成为造物主 既然我一个外族 也可以成为造物主 成为你们的同族 那么你们又为何要排挤开皇 一定要无忧相覆面 秦牧不解道 另一个县灵的神识道 秦夜率领无忧相众 占我彼岸世界的空间和土地 杀我族人 深仇大恨 不共戴天 秦牧问道 我曾见过造物主的历史 太古时代 造物主分为不同种族部落 相互攻打 甚至不乏有灭族灭门之士 其行径之恶劣 比开皇如何 先灵们沉默 一味先灵道 有过之而无不及 秦牧道 所谓造物主 原本也是普通人 只是得到了太出神识 拥有了虚空造物的能力 长此以往 基于身份认同 这才形成造物主一族 开皇秦夜 是为了给族人求一个生存之地 因此用了点花招手段 但他应该未曾主动攻击 彼岸的造物主罢 之所以两家交恶 是造物主想要夺回领地 所以战争不断 无忧乡的死伤 比造物主一族更重 另一个先灵道 他们是入侵者 我们是被侵略的受害者 赶走他们夺回领地 理所当然 前不久 又有大头怪鹰降临 杀了我们许多族人 你的解释不通 狼渊 你们还是再造一个圣鹰吧 一股股恐怖的思维波动 正要向秦木痛下杀手 突然秦木道 那么 倘若无忧乡 能够让太虚之地恢复生机呢 那些思维波动只先 秦木道 大头怪鹰擒凤青 是我哥哥 他出生在幽都 是幽都神子 掌控着死亡的神奇 他可以在太虚之地 和彼岸世界 建立一个幽都 让魂魄 可以进入幽都往生 他可以让你们 战死在太虚之地的 鲜明魂魄复活 可以荡平太虚之地的一切魔怪 让那里的秩序不再崩塌 也可以让彼岸世界 没有变成另一个 太虚之地的危险 他顿了顿 道 彼岸世界死亡的造物主越多 崩塌的神石便越多 便越有化作 另一个太虚之地的趋势 因为诸位仙灵 才会建立仙灵界 对不对 一尊尊仙灵沉默下来 然而 太出原始所能容纳的神石 始终是有限的 终有一天 彼岸世界散乱的神石 会超过仙灵界 所能容纳的极限 先灵界崩塌 彼岸世界 便会变成另一个太虚之地 秦穆道 彼岸造物主的大仇人 大头怪英秦凤卿 恰恰是 能够为彼岸世界 立下秩序之人 也是能让太虚之地 恢复平安 适合生存之人 造物主们 赠给开皇一剑之地 建立无忧香 开皇的后代 还给造物主 一个没有隐忧的世界 又将太虚之地 变得移居 何乐而不为 二十七尊仙灵 彼此思维相互碰撞 交流看法 过了片刻 一位先灵道 造物主一族 与无忧香的矛盾 可以化解 然而太虚之地 即便确立了秩序 还会有敌人前往那里 让我族依旧有灭亡之忧 秦穆笑道 敢问各位先灵 而今的造物主 比两万年前的造物主 孰强孰弱 那些先灵正了正 一位先灵道 而今的造物主更强 秦穆笑道 隔绝于世 便是自绝于世 造物主一族 逃入虚空建立太虚 自以为安全 然而太帝一到这里 太虚崩溃瓦解 让你们不堪一击 云天尊来到这里 带来了外界的知识 帮助你们铲除太帝 然而造物主一族 又躲入彼岸 自觉于世 开皇来到这里 建立无忧香 带来了外界的知识 你们与无忧香接触 这才让道法神通突飞猛进 胜过从前 他声音阵龙发聩 我关你们族人 左右不过百万 倘若开皇没有来到这里 造物主种族 能坚持多少万年 便会灭亡 造物主一族定居在此 无内忧外患 只会慢慢消亡 而不会繁衍真心 彼岸世界 是你们的栖息之地 太虚便是你们 接触外界的窗口 有了这个窗口 造物主一族 才会慢慢兴旺壮大 诸多县陵的思维 交织碰撞 显然交流很是激烈 秦牧不再说话 过了两久 县陵们的意志 同一起来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道 一直没有询问圣音的名讳 敢问圣音如何称呼 颜康秦牧 秦牧笑道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你们一定从云天尊那里 听过我的封号 我便是龙汉天庭的穆天尊 天蒙的创始无老之一 那些仙灵沉默 过了片刻 一位仙灵道 不曾听云天尊提起过 秦牧脸色一黑 有些羞闹 觉得脸皮有些挂不住 狼渊神王一直面无表情 不动声色 此刻也忍不住偷笑起来 秦牧脸色由黑转红 像他愣得到 穆天尊的名头很响的 龙汉时代的龙汉霸体 上皇时代的上皇霸体 颜康时代也是颜康霸体 我很厉害 狼渊神王忍俊不惊 别过头去 圣音 你准备好接受我造物主义组长 达亿万载的智慧了吗 仙灵界的无数神识震动 化作一个声音 秦牧心中凛然 定了定神 沉声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整个仙灵界震动起来 无数神识所化的光流涌来 将他淹没 请不吝点赞订阅